我們看這題目 設K為整數 已知這不等式 則K是等於多少 那麼我們由這裡 這是三分之K 小於 根號31 那麼 兩邊同等於3 我們就會得到K呢是小於3 根號31 那麼再由這裡 這是根號31 小於 這是三分之K加1 所以呢同乘以3 那麼我們就得到 這是3根號31 這是小於K加1 所以呢由這裡 我們就得知 這3乘以根號31 這會大於K 然後小於K加1 那麼這時候呢我們同取平方 那寫到這裡來 這K平方 那麼是小於3 乘以根號31 取平方 變成是9乘以31 我們會得到這是279 然後這小於 這是K加1 這是K加1 括號的平方 那麼這時候因為 16的平方 這等於 這是256 那17的平方 這等於289 所以 所以 我們得知 這279呢 是 大於256 然後小於 289 介於這兩數之間 因此呢 這裡我們就得知 這 279 是大於 這16的平方 然後小於 17的平方 所以呢 這個不等式 我們對照這不等式 那麼 就得知 這時候 K 是等於16 這個答案 因此我們回答 K是等於16 這個答案